外号1令吉的中年巫医女子 自去年12月 便长期在苏丹路这家商店门口乞讨 向路人索取1令吉捐款 然后再购买毒品 直到今年1月 更是光明正大在店门口吸毒 毒瘾发作时 神志不清的女子会失控大闹 更用石头丢路边行驶的车辆 有两辆车子因此遭殃 这还不够 妇女还会拿石头攻击路人 吃什么去丢什么 地下做到什么去丢什么 任何东西 好像水那些丢在车 那些是很小事罢了 矿钱水那没什么 那些不大碍洗一洗可以了 可是丢石头是很大碍 太大力的石头 我店了 那个condo 那个rolling shuttle 那个石头都给它丢扁了 之前有做工程来讲 比较少了 打不到 现在工程有那些大大力 那些哇够力 所以我每天给它不得空 一看到石头我就要收 我不收来讲 它又来丢了 女子三不五时捣乱 让员工和客户 起心吊胆 生意额下降了至少两成 尽管负责人多次驱管女子 甚至向多个政府部门求助 但都投诉无门 让人有苦说不清 警察来讲我们有联络过他 他第一次来也是有带走他 三点多来带走 五点多我看他出来了 他给我理由是他 神志不清 然后我第二天我就联络 那个反毒组 反毒组八一来带他走 八二早上我一见到他了 同各天罢了 最后没办法我就联络YB了 YB帮忙我 联络那个副律组 副律组更厉害来到了 看到是这个人来讲 他直接讲 我们帮不到你 我就没办法了 记者叹息后发现 原来这名妇女是常客 经常进出警察局 现在就连警察也拿他没办法 有见于此 商家只好另找出路解决问题 民主行动党五级免登区 国会议员方桂伦 在了解情况后 表明会上书社会福利部 安排女子接受精神检查 必要时将她安顿在精神病院 八度空间邓领会吉隆坡报道 姐妹一边 感谢观看